今日友好在天一庄 日前国内企业跟基金会募资 向日本订购组合式负压隔离舱 原本预计第一批惊天到货 但疑似因为组装零件有短缺 因此择日再送 前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在脸书上po文 透露这款高规格的负压隔离舱 能转做家户病房使用 因此在制造上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先前日本已经有几家医院下定 但是一听到台湾需要 就说先给台湾 自愿把订单往后延 对此指挥中心也表达感谢 玻璃帷幕组合舱房 日本制的组合式负压隔离舱 原本预计第一批8号到货 不过却传出组装零件短缺 择日载送抵台湾 其实这个时间可能会改变 抵达的时间 会依照数量然后妥善地分配 到全台湾各 全国各县市的这个医疗院所 看看日本组合式负压隔离舱 气密负压可转座急诊 和加护病房使用 日前国内企业与基金会募资 已经向日本订购要捐赠80座 规划第一批先到货10座 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更在联署发文透露 组合式负压隔离舱 制造上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跟日本厂商下定时 原本日本医院的订单 是排在更前面 但一听到台湾需要 就说要先让给台湾 自愿把订单往后延 台日友好再填一张 说这个确诊的病例 紧急的处置 占留 整个住院 因为怕这个病毒会污染急诊室 所以这样的一个空间 变得非常好用 但其实台湾也有建筑师事务所 与大学合作 设计出台版的移动式负压隔离病房 两种仓房比一比 台版才组合物概念 单人套房比较有隐私 除了两瓶病房还包含未雨工作间 室内安装排气静气装置 病人人员交叉感染 可做小型紧急医院使用 不过组装需要三天时间 而日版则是规划成临时医疗站 全透明围离 加上负压设备及过滤器 组装只要四个小时 台湾本土确诊数还在增加 直判医疗资源 及早到位降低医院感染风险 记者今天张世葵特报道